你沒有想到什麼時候 有正式的婚宴這樣 我們規劃是在生完之後 等我瘦回來 常常回辣妹妝的時候 就可以辦婚宴了 現在即使貝童彈到初至 婚禮還是只能延期熱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大家不但電影看不了 演唱會去不了就連婚 也解不了了 33歲的貝童彈 2018年生格為人妻 和窗外勞工 予有哀的結晶啪啤 兩人原本預計這個月30日 要在東方文化酒店補辦婚宴 認為人數太多還是不宜 所以我們建議要 估計洗開30桌的貝童彈 也選擇當個損失中的好市民 將婚禮延期 至於損失的費用 他透過經紀人表示 自己才剛協調好場地 婚紗拍攝 沒想到就爆發疫情 只好先跟飯店協調 引起事宜 所以整體花費都還沒整理 所以你之後結婚也會這樣嗎 絕對啊 拜託你紅包大包一點 你現在這麼有錢 看來KID的離境 責任得要包大包一點囉 因為疫情讓被通通損失的 補值婚禮費用 就連工作也被取消無償活動 損失30萬元 好在靠著其他通告 和業配工作支撐 才不至於讓帕皮的 那份錢沒著落 娛樂東新聞報導 請看來KID的 請看來KID的